我自己 我不一直給你吃的嗎 多好吃 還行 還不太好吃 辛苦了 你都不喝多 辛苦了 辛苦了 感謝孟哥 還有人自己提 你說的 怎麼說自己提 辛苦了 辛苦了 我自己 就是孟哥一说完这话说 孟哥辛苦了 人家这话说的游戏 辛苦了大家 我反想说 我说你为了这顿饭 是不是应该把腰缝给放开了 不行不行 够不 不够吧 好了好了 就是我们德云社规矩 一拿得拿双数 杀一个 坏了 有点不懂规矩了 其实有 没有他就想给你多拿一个 但是确实有很多规矩 对有 很多规矩就是 没大没小 然后就开一种 师哥的玩笑 师叔的玩笑 师傅的玩笑 在后台开 都会让人很反感 而且我们的规矩 你没发现吗 没有正面说的 我没有 什么什么什么规矩 都是大家其实相处模式之后 突然总结出来 发现大家才不能干什么 干什么 你也不能说是潜规矩 是的 大林曾经说过 你说有多难吗 没有 只有不守规矩的人才觉得规矩难 不是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每个人家里还有一些规矩呢 对啊 我从小我吃饭要标记嘴 我妈又说我 你看我师父教我们的 就从底下搓 这叫抬酱 这叫抬酱 嗯 叫抬酱 这不行 比如这盘菜 翻菜从底下 从底下茶 你这茶那撩起来 然后这样加 也不行 这过河也不行 中间有道河 这样都要加傻呀 一个大饼 扎俩吧 扎俩吧 扎俩来了 扎俩来了 哎哎 你不能过河呀你 那你们师兄弟这件怎么想说 你叫炉子 可以在另一趟节目 要随身都要这里边 那个对你们来说 是台上还是后台 你知道什么时候 比较难受吗 你触碰到自己本专业的时候 你会很认真 对因为他有一个自己的 怎么不能说就是荣耀尊严 或者说的你是干这个 就是你的 等于你在外面做综艺 怎么做都可以 我可以接受任何挑战 但是你说让我 说相声的时候 让我我要说不好 这个事是对一个相声演员 最大的目标 这是底线 我们平时 你说 不演出的时候 是个老贱吗 也贱不着 你去录节目就是 你聊到这个节目 实情对你有什么觊语 感觉我们像一个大四合院 这屋那屋全都挨着 就你一出门谁都知道 是大棚里的音乐 嗯 其实不是那样吗 嗯 不是 我们都有家 啊有家呀 各个队 对会经常在一块住 是因为出差的时候 我们一忙起来之后 我们就会 就是他干他的活 我干我的活 我好久都没见着我大大 对啥呢 他俩都有活 没我建品吗 还有他的活 我有我的活 哎那你们会有群吗 有有大群 会闲聊吗 在群里 不 那不敢闲聊 郭老师戴着群 大群里大群里只是聊工作 嗯 比如说我们队的群 嗯 我是队长 所以没有什么威慑力 大家也会在里面闲聊 我还有钓鱼的群 你也养花种菜钓鱼 就可能我个性格就比较户外 你就说人不能停 停了之后 各个方面都会迅速下降 就很傻 说话都不利索 名字的由来 啥叫名字的由来 立名吗 可以说吗 可以啊 你讲讲吧 是因为之前于老师 我一直给于老师当助理 然后呢 于老师家里边事呢 我也管 就比如说 刘老师开了个饭店 从装修开始 一直到招厨师 招那个服务员 全是我的 这个位置呢 其实就是大唐经理 嗯 所以给我起名叫孟鹤唐 那我觉得挺好听的 是啊 鹤唐 鹤唐 就是 肥好听 极其的 文艺 你得走了是吧 哦 好 走了 拜拜吧孟哥 我一会要赶飞机 我不赶飞机的话 我给你们多坐几个 够了够吃了 这都没吃了呢 明天来的嘉宾都够吃了 够了够了够了 都够吃了 别做新的了浪费 就吃剩的 一定吃剩的 肯定吃剩的 哎 别忘了给那个花盆子里边浇一下水 好好 他得挤成一角 拿手摸一下 干了就这样 哦对 对我们跟孟哥把照片拍了吧 就这么那般 对 还以为他躲的 这个个厚 这家伙一站就全毛 全毛猫啊 挺有压力的 你俩一本照片上只有他一个人啊 是不是干过这种事了 我都不太需要偿了 要 没配置 免费比好强 走吧孟哥 走了 别耽误飞机 哪天给你做大肘子吃 老乡 钻菜白肉耐不耐 我记得来的时候可挪和冷口吃的 真情 走吧 再去大林选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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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哥 祝你准点喜悲 好 谢谢 我这张最好看 我得放在明显的为止 是吧 我发现了 现在谁是嘉宾 谁哥怼前头来着 哎呀 你看你这个 就是头发就不适合你 对 还是得扎起来 那样显得挺直性 别说了 走吧 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 说冬天两个人单身 冬天更想找伴侣的欲望会更强 你知道为啥 我跟你讲我前两天我们族里那酒店 没有暖气 跟地窖似的 咱农村的地窖似的 能存白的那个 我没有办法 我就拿那个热水瓶 再加上暖铁放在我睡的那个地方先捂着 但凡你一翻身就能存不清 冬天 这时候你就想 这时候还有一个人睡 他是不是就动不醒 哎我天 那个时候你肯定很渴望 有一个对象 跟我闹说冬天说如果赶上冬天再分手就更凄凉 一下天对你能干的事挺多出去玩干啥的 就冬天可能相对大家都摆除了 就个家憋疤 而且节日还多 对 哎 这都是那种很温馨的节日 对 过年 今天你 反正就 气质不好 我真糟醉 就北京给 给气质之前那几天 我都有点 都洗不动 澡 就不想洗 真的 洗不住 我在南方的时候都快死了 那个 不喜欢空调快 然后我有个细长条电路 我就每天都在一个电路上 然后你天天就就这一条 完了看电视都这么看 然后腿放前面 尽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拿到这 我就觉得真的是 南方人比咱们抗冬 咱太要求太高 咱要求冬天 屋里必须能能吃冰棍 就屋里他一冷就不行 有时候光芒都热 哈哈哈 我这一年我录了 呃 宝哥 小宝哥他们的团统 嗯 录了麻花的团统 我真觉得啊 有个单位真不错 是 就很快乐 嗯 这群人每天在一起创作的感觉